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数字人说话工具 所谓的数字人说话 就是给他一张图片 然后再给他一个声音 就可以让图片去说话 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出过一期视频 当时的话应该是V1.0这个版本 最近更新到了1.1 它的效果确实比之前好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下 然后大家下载下来之后 是这么一个文件 把它解压缩到当前文件夹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这边大家注意这个文件夹的路径 不要带中文带了中文汇报座 我们进来之后呢把它拉到最下面 这边有个启动文件 好这样的话就启动了 这边有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两个模型 这两个模型的效果基本上没有区别 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人脸图片 还有视频导入这个我们来找一个图片 我们就用它给我们自带的这个图片 然后呢我们找一个声音 然后我们也是用它给我们自带的 至于这个声音和图片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图片 声音的话在这 是一首诗 下面这边有一些选项 这个我们保持默认就可以 不用去动 这个去人脸边框是1.1 新价的功能 这个一定要勾上 然后这两个16呢代表就是你这个显卡 如果你显卡配置不太好的话 那么这两个数字呢 然后就调小一点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然后这些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不用去动 然后直接点那个开始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最终的结果 然后这边处理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什么东西 这给大家看到了这个效果就是这样 比之前的版本确实要好很多 然后这三个呢 是我之前做的例子 我们也来看一下 好 这就是它的效果 我们用四个图片给大家做了个例子 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那个 本身这个工具也不大 也就 看这个工具是多大的 4.65G嘛 还比较小 所以里面有两个模型 比较大一些 这个工具呢就是这样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载下来玩一下 我们今天就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